透过热点分享观点,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德传媒,我是Gary 实在就比大家,来到12月份之后,基本就没错几个节目 刚休假回来结束,才没几天,这就感染了病毒 既然我做了一次小白鼠,那就结合我最近几天的经历 把这个病毒的状况跟朋友们分享一下 当然了,节目的后面我们还会讲讲经济问题 如果在中国做生意啊,那就要更加小心了 做个市场调查都可能被抓,因为老大哥时时刻刻都在盯着呢 好,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节目,因为我不是医学专业的 所以这期节目只说感染病毒与恢复的过程 以及引述媒体的新闻报道和专家的建议 给朋友们作为一个参考,这样可以有个准备 从上个星期开始,我父亲最先感染的这个病毒 三天后,我母亲出现症状,然后是我太太 到了上个星期六,我和两个女儿也都被感染了 在我父亲出现症状之后呢 他就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隔离 但事实再次的证明,基本就没啥用 我父母的症状呢,主要就是发烧咳嗽 头晕脑胀,跟重感冒有些类似 但还是要更严重一些 那我父母,还有我太太都有发烧 两个孩子和我都只是喉咙痛,咳嗽 尤其是早晨起床的时候,那整个喉咙就像被刀割一样 那我在社区贴文中,也通知了朋友们 因为感染了这病毒,没办法录音 有留言呢,就提到了这个疫苗 老朋友都清楚,过去我们用数据说话 做了很多跟疫苗相关的节目 但是很多也都被删除了 这里呢,再次把我们家接种疫苗的情况 跟朋友们分享 作为一个参考 我父母啊,完全接种了疫苗 打的是科兴 而我太太完全接种了辉瑞疫苗 我和两个孩子呢,是一针没打 其中的原因,我在过去的节目中 以及我的会员平台都详细的介绍过 那这一次我们全家中招 跟第一次感染是如出一辙 但这一次我和孩子的症状要轻得多 那记得上次被病毒折磨的高烧不退 全身是汗流不止啊 感觉自己痛到都要往生的时候 也吃了一片止痛药 然后睡一觉,后来就慢慢恢复了 而这一次只含了几片这个薄荷味的喉糖 那本来昨天就想能不能做一期节目 可是当时我试图说话的时候呢 那声音呢,我自己听着都难受 于是又退出到今天了 以上就是我个人这一天的经历 给朋友们做个参考 那根据媒体的报道啊 目前我所在的这个新加坡 新毒株叫JN1 已经成为了主流 根据新加坡卫生部的说法呢 目前70%的病例 现在是JN1的变种病例 那关于这个病例的增加呢 新加坡的卫生部就认为 可能多种原因造成 比如人群免疫力下降 以及年末节日 还有旅游啊 这些社区互动 这等等的这些人数增加吧 那目前没有迹象表明 新变种更具传染性 或者是导致更严重的疾病 那不过美国疾控中心则认为呢 JN1的持续出现 表明它要么更具传染性 要么更容易逃避免疫系统 那我们都知道啊 新加坡的疫苗是打好打满的 像我这样的漏网之鱼 少之又少啊 那我们也都知道 疫苗是为了提升人的免疫力 但奇怪在哪呢 在打好打满疫苗的情况下 人群对COVID-19病毒变种的 这个免疫力却下降了 再次强调啊 我个人不是医学专业的 我们这里只把现象说出来 为了保护我们这个频道和我自己 这里只能点到为止 那朋友们自己去思考 因为新加坡的疫情啊 不断升温 那最近网络上有人传言说 新加坡的熔断措施又要来了 结果政府官员都不得不出面辟谣了 新加坡副总理黄迅才在摄像媒体上就发文辟谣就说呀 这个是错误信息 那就不要再传了 这熔断措施确实是没来 但是从12月19日起呢 政府已经开始恢复通报 每日的疫情数字了 来看国内媒体的报道 他们说呀 这JN1是Omicron变异株 BA2.86的分支 与去年初占优势流行地位的 Omicron变异株 BA2相比 这BA2.86有30多个突变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免疫学家 史伊纳克里克·沙克认为 基础蛋白的突变意味着 一旦感染JN1 这患者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恢复 或者可能导致更严重的疾病 伦敦理工学院初级保健和公共卫生部主管 Azim Majid 他的表示啊 感染JN1病毒的症状 可能与感染其他变异病毒的症状相似 包括发烧头痛流鼻涕 味觉丧失腹血等等 虽然多数的感染者能自愈 但若症状恶化 仍需及时就医 一些医学专家预计呢 在未来的几周 JN1的感染将达到峰值 这外界就很担忧这COVID-19变种病毒 恐怕他们这个病毒会再次打破人们平静的生活 近期啊 这个JN1就被世卫组织列为需要关注的变异体 那与他同级的是BA2.86 XBB.1.5 那么相对于感兴趣和需监测的评级 那现在这个卫生组织 卫生组的评级又升了一级 根据美国CDC的数据 JN1占美国COVID-19感染新病例的21% 而在东北地区已经达到了32% 受变异株的影响 它的传播性更强 那有研究就说呀 说抗体对它的中和活性下降了20% 但并没有显示出更强的毒性 那专家就说呀 JN1在几周时间内新增发病比例发生了巨变 但它仍然能被当前的测试确诊 考虑到现在处于隆冬的季节 也就是年底假期走亲访友的高峰 JN1将与其他的病原体一样 呈现发病持续上升趋势 那虽然人们对疫情已经厌倦了 但国内的朋友啊 还是应该引起高度重视的 根据我国内的亲戚给我的反馈 我们家乡当地目前是医院呢 也是爆满 这还不要紧 中国人那么多 医院基本上都是破满的 那主要是很多病人长期没有康复 长期的咳嗽 头晕 浑身乏力 这个才是重点 根据报道啊 中国疫情大爆发 有多种病毒交织感染 那很多地方的医生 基于网络平台公开示警 而且有大量民众发文 就说他们自己和小孩的病情惨重 甚至传出有部分地区要接种 新型的COVID-19变异株的这个疫苗 以及还有部分地区活动场爆满的这样的消息 中国的疫情爆发至今呢 中共官方仍然在掩盖国内疫情的真实情况 宣称现在中国境内爆发的疫情是由支援体肺炎和这个或者是什么毒将军肺炎所引起的 并且目前中国国内并没有发现新的编译株 同时呢 陕西省境内的多数医生透过网络平台就说啊 目前以儿科为主 因支援体肺炎 而入院的民众有逐步增加的趋势 并且回忆民众 目前爆发的支援体肺炎疫情严重 病毒是透过飞沫 以及直接接触进行传播的 要多注意家中孩子的情况 而且最好提前准备好特效药 以降低疫情造成的影响 也有不少中国网民在网络上发文就说呢 最近自己和自己的小孩纷纷产生了咳嗽 流鼻涕 浑身发冷 以及没食欲等症状 而医院走廊上更是挤满了等待就医的人潮 那住院的床位也是一床难求 那前往医院的路上也挤满了从周边乡镇前来看病的这个病人 根据贵州的网民 大军挖金子123 在14日视频观点中的说法 有许多8090年代出生 现在为人父母的民众 因为孩子卷入这轮疫情之中 可能透支接近三个月的工资 去为了治疗孩子这个病 高额的医疗费可能会压垮许多家庭的 这个目前的经济状况 那在与此同时呢 包含北京上海青海辽宁等省市 也重新开始要求民众接种XBB变异株疫苗 那至于这个疫苗好不好用呢 那就忍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有来自重庆的民众就说呢 最近他的一个朋友去世 但却选在远离他们家比较远的石桥浦活荡场举行告别仪式 因为比较近的江南活荡场 道念听已经爆满了 由此可见呢 这中国目前的疫情啊 比官方所说的这个资讯呢 还要严重一些 那以上呢 就是疫情大概的一个状况 那中共遇到问题的时候 总是先掩盖狡辩 那这两招都没用的时候呢 就开始恐吓威胁 在疫情爆发的这三年里面呢 我们都已经彻底的见识过了 那疫情如此 经济问题也是同样的伎俩 日经亚洲社论撰稿人 钟泽柯二又说话了 今天最新的撰稿就说呀 纵约早些时候 中国领导层召开了年度会议 为明年制定经济政策 但是啊 首先详细报道会议决定的是中国的情报机构 如果说这个很奇怪 那么国家安全部在这个微信社交平台上发布的声明中 也有一句很奇怪的话 各类意图唱出来中国经济的陈词烂调不断出现 关于中国正在恶化的错误理论正在流行 以攻击中国独特的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而钟泽柯二给出的结论之一是呢 中国经济政策规划可能正在发生结构性的改变 那可以追溯到今天夏天 当时国家安全部在微信上创立了自己的官方账号 8月1号这个账号就发布了第一条的微博 题目令人毛骨悚然 反贱防碟需要全社会动员 捍卫中国经济并不是中国国家安全部的主要职责 不过呀 在今年10月底的一次重要的经济政策会议 以及12月11号到12号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 国家安全部发布了类似的文章 这个表明他们的职权范围正在扩大 中共安全部就认为 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做出过于现实的解释 或者用他的话说呀 说重复外国势力提出的中国经济正在衰落的错误理论 会威胁到国家安全 因此呢 经济分析中 持否定态度的人可能会受到惩罚 那在中共国安的威胁恐吓下 中国的私营公司和在中国经营的外国公司 别无选择 只能关注中国强大的国安机构最近的这个举动 尤其是国家安全部暗示可能进行打击 现在呀 进行商业和经济研究可能就会带来法律风险 而如果与商业相关的经济分析和尖锐的意见都要打击 未来在中国还怎样这个经营生意呢 我们都知道准确的资讯对商人来说 那是生死攸关的 如果引用分析真实的经济数据也犯罪的话 那干脆就把中国的生意关门大集算了 举个例子 因为想要做个市场调查 就不可避免的要搜集数据吧 搜集这个商业数据和搜集情报 那要如何分辨呢 官字两招口 他说有就是有 那我们嘴小他嘴大 所以你怎么说也说不清楚 做个市场调查搞不好就可能被抓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 未来在中国的公司还敢放心的经营业务吗 仲泽克二在文章的最后就写到 现在当研究人员和一定级别以上的中共官员 与外国人见面的时候 他们要经过严格的筛选程序 并受到监控 以防止他们泄露信息 假如这些已经赶到被约束的研究人员 不能再自由的分享他们的研究成果和经济前景 那他们就不可能开出真正有效的药方 来提振中国疲软的经济 实际上啊 这个习使中共已经到了汇集技衣的阶段 当然了 目前还不至于直接game over 扁确见蔡桓公的故事我们都知道 当时蔡桓公的那个病啊 原本是可以治愈的 就因为他刚愎自用 不相信说真话的人 错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救命的机会 最后是不治身亡了 所以习使中共的命运呢 也就不言而喻了 好 感谢朋友们的点赞订阅留言分享 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